下部呢 马上就有项目近期的恶手 不知道对方能不能发掘 发掘不了 那这其实立马就崩溃了 如果能发掘呢 过一会儿崩溃 也不会太久 双方比赛开始 形成了中炮七兵队屏风马 右炮过河吧 这个炮过得够早的 一般来说是马二进三 红方如走居二进六 再走炮二进四 那布局位己直接走炮二进四 红兵五进一 黑方再走炮八进四 这个是强行走成双炮过河 看看双方会不会在此阵势下呢 形成惊天厮杀 好 比赛刚刚开始啊 我们忙里偷闲给大家介绍一下 两位参赛的棋手 陈兴林象棋特级大师 2015年全国象棋锦标赛个人冠军 三次全国象棋团体赛冠军 第二届全国志愿会女子团体冠军 两次全国象棋女子甲级联赛冠军 两次亚洲象棋锦标赛 女子个人冠军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专业女子个人冠军 下面介绍一下 00后大师董玉南啊 象棋大师 曾经获得过第五届全国象棋青年大师精英赛 女子组冠军 这也是我们目前棋借一颗女子组嘛 一颗冉冉生起的新星啊 一会我们在比赛结束采访的时候 一定要问一下他们关于这个年轻棋手 为什么要选择象棋 好我们话音未落 现在双号过河的阵势 这个主打定势已经形成 黑方居一平二 红方应是居酒平六 或者兵武进一 居酒平六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下法 这个棋严格意义上来说 要取决于双方家庭作业的准备了 居酒平六是最为常见 哇居酒平四 居酒平四出现不多 这黑方有一个炮二平五 炮三平五将军啊 我们看一下红方有什么新招没有 居酒平六和居酒平四区别还是有的 我们看今天能不能来得及 今天复盘来得及呢 就讲一讲居酒平六和居酒平四的区别 如果来不及呢 就把这个营养啊 交给你们喜爱的赵伟大师 我们看到评论区 很多的棋友们都在热议啊 大家的问题太多 一时呢 有点回复不过来啊 这个局面黑方可以还中炮将军 有其有指导区别的 可以在弹幕上互动互动啊 哎 黑方走了炮三平五将军 就要近期吃炮啊 炮五平四 就要近期吃炮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将来吃完了 那边也捉双马 如果你现在直接吃 那么红方呢 就炮二平八打过来 你失去马其进五踩上来 这样黑方兵种不全 以前也有人下过 但是黑方英是不满意的 黑方走炮五平四 红方炮八退一 哎 那我们看红方应该是有备而来啊 下得非常快 在以往 曾经出现的 变化里边 有补齐的 啊 补齐是出现最多的 同时呢 也有左居过河的 这个招式呢 相对来说是有点冷门 但是也有人下过啊 目前为止 作为专业洗手的他们来说呢 应该还是轻车熟路吧 黑方走了 炮四退四 直接补齐也可以考虑 以下 红方炮八平五 这个年轻洗手 看来还是丰锐十足 将来呢 可以四击 选择把右炮封进去 或者 拘二进一 当然现在不能 不能拘二进一 拘二进一的话 黑方有鞭打二怪 黑方直接 汇聚过河 那么红方如兵五进一 黑方是否要走 炮四平五 这个地方 双方呢 已经 进入了 对抢先手的阶段 一时呢 应该是已经 优劣难断了 看起来 炮二进四 是否可以考虑 直接浸泡 右炮封进去呢 如果你去二平三 压马 这边 可以打足 眼光 眼光着啊 炮二进四 是否可行 除此以外 稳健一点下呢 红方就 赶走一个 居四进一 应该也是可以 感谢大家 来到 身临其境 全国象棋 女子明星 快棋表演赛 我是陈栋 那么今天呢 已经来到了 比赛的第四场啊 依然是八进四 红方走了 炮二进四 这部期还是比较积极的 那么直接呢 防止黑方 居二平三 平居压马 一会儿 三个月 三个月 二三 二十 一堆 三 四 一 五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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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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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留给大家一点思考的空间 那这里G2平3压马不能走 这种局面补齐呢 还是选择干脆足三进一 足三进一冲完再走G2平3压 从布局到现在为止呢 董玉兰还是下得非常的积极吧 小董大师看来还是颇有想法的 那现在 黑方呢直接走POSE平5 红方可行的招法 稳健一点就干脆落个像 或者呢把局点进去 但是把局点进去就G4进5嘛 G4进5的话将来就黑方多一个G2平3 应该也是不太划算 那就G4进6 G4进6进局捉马 还是保留在将来POSE平7 按保七路马的这种手段 这个类局总是要动一动啊 这个黑方打中兵应该是不行啊 炮物轻发嘛 打出来以后 红方轻描淡写的像三进五一对炮 这边呢 黑方的双马的问题不好解决 那现在呢 黑方就要考虑G8进2是否可行了 能不能走 G8进2那么红方可以腾出手来 选择向三进五 或者马七进六了 双方的时间啊 小董大师时间后来居上 现在8分钟 陈特大呢 现在6分钟 那么赛前陈信明特大也谦虚的表示 说他这个快骑是弱项啊 从目前来看 虽然时间落后 但是棋局的形式尚且没有什么大碍 双方呢 一时还是优劣难断的一个局面吧 同样这种对抢先手呢 就是此交比赏 那红方进局切码 如果没有严谨的后续手段加持 黑方接下来啊 依然可以走一个十六进五 或者十四进五 十六进五 十六进五将来有炮二平七 补试还要看看补哪个试啊 如果你补十四进五呢 担心红方炮二平三 压马叫闷攻 十六进五呢 又担心炮二平七 阵型还是比较有意思 那我们看看黑方 黑方走了聚八进二以后 红方要如何调形呢 空走一个向三进五 怎么样呢 空走一个向三进五 也有点小小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接下来呢 你空走一个向三进五呀 黑方可以空走一个拘二平四 准备拘四进一切码 将来浮有四四进五 再出将的 这种袭击的手段 大家看一下 如果红方选择飞向 那黑方就拘二平四 利用你窝心炮的这个弊病呢 接下来选择居四进一 这个手术刀一样啊 这个往里一切 这个切的就非常厉害 占到了累到以后呢 再准备补试出将 就显得配合起来相得益彰 哇 双方的这个时间也真的是此消彼上啊 那个时间吃的都比较厉害 刚刚呢小董大师还领先了两分钟 那么这一步棋呢 也是把时间的优势消耗殆尽啊 先走一个G2进二 还是没有敢直接飞向 直接飞向可能是担心黑方 率先抢占生命线啊 来打击 这样G2进二呢 还是能保持左右两翼的联系 然后根据形式的需要 以待始变吧 黑方接下来的问题 这个试能不能补 这是一个问题 补的话 如果是四进五 那红方呢就 有可能会泡二平三 泡二平三试五进六 这边打将一将以后吃鞠 吃鞠 黑方呢就G2平三平鞠勒马 这样双方杀在一处 二马徘徊站在一处 输忧输劣 一时也不好讲 也是难分宣制的局面 这盘棋还是比较精彩的 大家看一下 小董大师上来就亮剑 走了一个G9平四 相对少见的变化 黑方干脆选择G2平七杀足 还是觉得不是不好控制 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看一下 红方有没有 有没有泡二平三 泡二平三应该是不太有 泡二平三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下黑方吃鞠 红方打回来 这样应该黑方是不怕 如果红方选择泡二平三 那黑方呢可能会直接吃鞠 那么你打掉G以后 这边呢走马七 马七进八 也可以选择直接换马 都可 黑方下的还是干净利落 那这样 向三进五 黑方足袭进一 现在形势优劣难断 时间相差无几 最近的几个照面呢 依然看不到有明显的失误 我为什么要提失误 大家总是在想走的是不是准 这种快骑呢 想完全走准走的非常精确 难度太大 应该说呢 大家应该通过我们最近的这个系列赛 因为都是快骑嘛 大家应该发现了 实际上很大程度上 双方呢是比谁犯的错误更少 说实在的 也就是说这个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他肯定是在时间紧张的话 他会有一些披露 那么谁先犯错误 谁犯的错误更少 这个很大程度上 也有可能直接决定双方的胜负 兵武进一 这不起的意思 如果你炮打 那当然马上丢子 如果你足拱 红方有炮二平武将军 把红方的这个冲中兵下的非常的非常的激紧啊 那黑方的第一杆 可不可以补一手呢 对 大家的也可以思考思考 因为我一直说呢 也有可能我给出的方案呢 不如大家思考来的方案更好啊 所以我们大家呢 也一起想一想 看一下当前这个局面 面临红方 这个直接冲中兵 那么黑方要怎么应对 打的话就变成吃满 如果足五进一呢 足五进一 红方炮二平武 灌炮一将 这个足五进一能不能走呢 大家看一下足五进一 你炮一将 我就马三进五踢 你吃狙呢 那我就四四进五 大家重点看一看 足五进一能不能走 你们觉得呢 能不能走 足五进一 足五进一冲 那 红方炮二平武将 黑方马三进五登上来 这要红方吃狙 黑方不是 这边支狙打狙 不过红方应该也不怕 红方呢 可以就地选择一局二 这种局面 如果双方经过中间一段 这个硝烟散去 还激战成河 应该也是非常精彩啊 我目前看到一路变化呢 双方大打出手过后 有可能反而化干戈为玉博 之前对小董的棋风呢 我也不是非常的了解 通过这一盘一看 还是属于一种 比较凶狠的流派啊 哇 这个时候陈特大的时间 已经成为了他比较大的敌人 现在还有两分钟 时间再次少两分钟 这个跟开局阶段可不同 现在呢 是唯一的两分钟啊 他还有不到两分钟啊 左武进一还是拱了 这个已经是适可忍 孰不可忍了 对不对 这不拱的话 这红方 这马上这个兵武进一 这个要倒黄龙了 直倒黄龙要冲下去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吧 这红方呢 兵武进一也冲了 两种方案 一个是打一将 更加诱人的是 炮二平武将军抽狙 那黑方就地拿下 马三进武 然后吃狙再补士 这个下法 大家看一下 能否拆解清楚 这应该是决定双方胜负的 最关键的一个地方了 现在把这下法也切过来 这下法也切得到 是决定双方胜负的 还要看 这下法也切得到 是决定双方胜负的 是决定双方胜负的 还要看 然后把这下法也切得到 那下法也切得到 对吧 这个局面 红方还是走了 炮二平五一江 黑方一踩 这个就不用说 这双方都是马五近期踩双军 还是不是 马五近期感觉有点虚 还是不是吧 以上我们也是这么预计的 这样黑方 黑方少子 少子以后能不能抗衡呢 这边这个压马能不能压回来呢 这个棋也不是一下子就说的清楚的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马有可能会吃回来 大家都说这个 黑方丢子 那不外乎就是说 局四平三砍马 对不对 砍马黑方就马五退七 先踢回来 然后你一吃呢 黑方局七平三 平局勒马 红方这个马七近五上不了 马七退九呢 那么 接下来呢 红方这边也有一些手段 可以包括扫边兵啊 这边甚至有打中相呀 黑方七子还是有一定的袭扰的棋吧 红方 局四平三 得子 那黑方踩掉以后平局压马 打相好还是压马好呢 这又 大家看一下 这个老国 老国手遇到了新课题 看看他们怎么样来处理 一个是打相 一个是平局压马 平局压马 红方 如果想保留主力 应当只能马七退九 马七退八的话 黑方下一个云淡风轻的 局三进二 再走局三平二 压马 红方马就丢了 那现在局七平三 压马的话 红方马七退九 暂时应是不丢子 但是局面呢 还是杀作一团也不好讲 感觉红方虽然多子 黑方也不太够书 就这个局面来说 这样会不会化干戈为玉帛 看一下大家的很多的评论 红方现在还没有走棋 想保留主力 那马七退九 基本势在必行吧 别的招法也不好意思下 马七退八 真的走了 马七退八 那黑方走一个 是我看漏了吗 黑方走一个局三进二 怎么办呢 局三进二 红方可能也不愿意 马七退九 马七退九觉得物质力量 这个损失的也比较严重 这样可能红方准备霸兵沿河了 这样红方经过一系列 七马以后的烂砍烂伐之后 双方的物质力量就基本均等了 巨炮对巨炮 马不要了 小董大师 虽然棋风非常的泼辣 但是还是粗中有戏啊 这个棋 马七退八 嗯 现在还要面临炮五进四 大江啊 红方先打出来 那局三平二压马 不出意外的话 何局收场 哎 这个也跟我们先前预计的局面是一样的 马七退八的话就是这个局面 炮五平三 那简单一个四五进六 大一江 再吃足 也不够赢 这个也不够赢啊 红方可能还稍好一点啊 炮五平三 这样七马得相 保持阵型的完整 呃 现在呢 这个局面 不能够出将 很多次我们说 能不能选择出将反杀 出将的话 红方打相一江 你只能上将 中炮丢了 砍了中炮了 所以这种局面 要么就是向七进九 要么就是四五进六 四五进六 红方的主要选择 应该打相一江吃足 把这样炮五平三 红方还是好一点 也不是太够啊 那红方还是好一点 先走向七进九 不愿意四五进六 又被打一江直接抹回来 那吃相 聚三平一吃相 催啥再走四五进六吗 感觉上 这样下 反而好像有点问题 这样红方不要吃事 简单选择 居一退一吃足 那这几步还是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这个棋选择吃足 我觉得更好 现在就体现出问题了 如果现在吃足的话 退居吃炮 底炮灌一江 把底下打了 然后接下来居一平五 或者底炮一江 再立中居 这个局面 还是有一些剩计 现在 在走橘子平三吗 这个齐黑方呢 由于有这个过河组保留啊 所以 还要走走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 前边呢 我觉得吃足还是比较好控制局面 当然了 我们说的也不一定对 而且他们的时间已经太紧张 小董大师还有不足三十秒 陈兴林特大呢 也不足一分钟了 时间很紧 足细评六 这种局面给黑方留个过河组 将来总是有一些袭扰 打相吧 那走到这儿 打相呢 黑方就选择 炮五进三 浸泡生根 黑方当然也是繁离近毁 但是 有过河组吧 还可一战吧 走了炮五进三 那现在筋底局一将炮碾单杀 打势 红方G2平8催杀 黑方初帅 形势来讲 红方占优 这个应该没问题 时间紧啊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啊 黑方果然选择G2平8 平居叫杀 初帅吧 初帅的话比较直观一点 黑方这样在少权势项的情况下 尤其时间又比较紧 现在看看 这几十万大军能否保全 被红方 白白吃去一个过河兵 就相当危险 G8退一 先走一个吧 G8退一可能也不太够合 G8退一 红方最简明的下法呢 就是炮四退三 一将打足在炮九 推二将来对炮 这样还是可以这样选择 退到这里 除此以外 应该也可以走退居先守住足林县 下一回合呢 随时那么红方退炮将军以后 黑方可以G8平6 背道累道 有一些闪击 小董大师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 先将几军凑凑时间 是 毕竟 女子大师 他们这个心思在想的什么 我也猜不到啊 向九退七 木老八 黑方再看先吃哪一个 G8平一杀兵 第一盘上来就如此的惊险 红方再凑时间 这个毕竟黑方光降啊 红方呢 那个有无限将军连的这种加血机会啊 这个时间呢 就相当于他们现在在游戏里面的血一样啊 很关键了 现在呢 红方可以通过将军先加点血 然后把G 拉到G3退3 或者G3退4 这两种选择应该都是可以考虑的 很多评论区的企与们说希望结束了一个小时的 结束以后能够覆盘 这个要看到时候我们节目的时间吧 好吧 看他们对局的时间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给大家摆一摆 我们比赛结束以后啊 这一盘下完还有一盘 全部结束以后呢 会采访一下啊 两位骑手 这步骑这退局一对局怎么走 这样的话 这个红方 一对局三足一对 这就很难赢了 红方走漏啊 这个退局 下的不好 当然红方这个骑也基本上确保不败 而且这个骑等于严重帮忙呀 以下除了以上的招法以外 居酒平六也非常厉害呀 嗯 这退局确实是严重帮忙 这对局还不敢对吧 对掉了以后 至少红方是没什么剩计 哇 这样的话 黑方两种方案 一个是居酒平六 苏勤卑剑 准备平足出将 一个就是走足三进一 直接对足 但足三进一对足 红方会走什么 红方会走 局三平四 先锁住了一道吃足 嗯 即便如此呢 黑方可以冲完了 在足三平四保 这样 应该说黑方呢 就从重症ICU 出来了 以下呢 双方就进入新一轮的 这种较量了 这个局面 圣核可就看不清楚了 那么一个简单的常识啊 大家刚刚看到 在比赛当中 双方那么激烈啊 实际上黑方光降 红方呢 这个没有吃到一个过河兵 没有保留一个通投兵 这个肯定是 紫利的这个运转上 出了一点问题 否则不应该是这样的局面 我们从宏观上 也不难发现这个问题 吃完了 聚三平四 嗯 红方确实时间太紧张啊 小董大师的时间太紧了 一直在将军凑时间 嗯 足六平七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炮五平二 没意思吧 炮五平二白痴了 足六平七 呃 足六平七这个飞掉以后 再平炮 有没有一点 有没有一点 稀扰 先足六平七 先喂一个吧 嗯 这个直接平炮 直接平炮 不如先喂个足啊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先喂足有点区别 区别还不小 先走足六平七 红方如果飞掉再平炮 红方这个阵型不好调整 鞠呢 还是第一局 这样的话 红方高鞠拔起来 接下来鞠四平五 一劈僵 你出将这边把炮拉回来 黑方还是有点难度 刚刚黑方呢 应该走一个足六平七的过门 先走一个 红方如果飞掉 哎 你再撕炮 这个会好一点 再撕炮 将来将军 以下呢 红方再拔鞠 黑方将一军 红方向飘在高处啊 这个海盗黑方行骑 这样被红方带着先手 直接给抹回来了 刚刚黑方应该来一个 一族不苟活 这确实是 这肯定回血了 这个向武进三吧 向武进三 接下来正好把炮拉回来 或者向武退七 向武退七可能更好 先退个向 接下来把炮拉回来 准备炮九平五 这个一个次序的问题 这个招来不少事啊 这下一回合 这现在向武退七回来 红方一坐炮 这个其黑方这个边族 能不能过去很关键 黑方这个边族 如果将来四击呢 红方杀的不准 能过河 那 那这个局面有机会合 如果单纯是 狙炮光将 对狙炮视像权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视像权一方必胜 这个一将 一将吃事 应该是黑方犯规啊 两打对两衔 你炮一退一是将军 炮一进一是杀中士 这个红方应该可以不用变啊 红方可以上帅 好在红方是有这个无限回血权啊 否则的话 时间这么紧张 确实难度太大 他们估计现场出现棋力 接下来可能会有裁判介入 是五进四 难道执行的是天天象棋的亚洲规则吗 这个局面红方实际上 如果按照我们比赛的规则 是不用变的 那么黑方这两步棋都是打 就是一个是桌子 一个是将军 那么红方十五进四 觉得也能下 当然确实也能下 黑方选择一个炮一 退四吧 这个总是不好意思让红方 炮拉回来的 总是不好意思让红方来个炮九退四的 但这个十五进四也是 周折丛生 这样将将两军掏势 中间一将出将 这个十五进四走的还是有点草率 这个视像明显不整 这个应该就把试吃了 视像权将将够赢 这个视像架子也调不好 还是应该上帅这个不太能变 也许执行的是天天象棋的这个规则 将军降五平四 进帅这个局面很明显也没有海底捞月 大家熟悉的海底捞月等你炮进底呢 那么他这个骑士居前炮后你也是捞不动 红方时间一直比较紧张 倒是陈特大在从这个重症ICU出来以后呢 好像应付起来倒是比较从容 看看大家的评论吧 像也可以吃了 这个选择有点多 这个局面黑方已经很难输 输不了 应该陈特大在考虑能不能把底相吃了 时间太紧了 现在陈特大还有不足30秒 小董大师18秒 还是吃了 这两位都是喜功好杀型的 大家刚刚问到看他们两个的棋风 这盘棋就体现的淋漓尽致啊 大开大合 我们之前在直播的时候也多次说啊 像这种棋横呢 我们可以说是就是那种啊 伸手武之令 拳手就要命啊 确实是下的布局阶段呢 双方啊一个非常激烈的这种变化啊 大打出手 不过我说的那一路绕纸柔的变化 还是稍微有点区别 等一下我们如果有时间复盘 给大家讲讲吧 不过看这样棋风的棋手对局呢 感觉我们还是很幸福啊 这个合了 没有什么好说啊 这个马上就合了 黑方进降 或者把炮拉回来 退炮吧 退炮和进降都可以考虑 炮一退七 炮一退六啊 还真的严重了 还真的化干戈为玉博了 这样呢我们对他们下一局的这个表现呢 就更加的期待 好双方呢 战和